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229期 并且一丝丝圣丹形成时的独特之力被天地本源吸收 修复着天地本源的消耗 圣丹和圣经高手一样 一旦形成也能给天地本源补充能量 哇靠 真的成功了 大黑猫目光闪烁 震惊的眼珠子差点被掉下来 他是对秦晨有信心的 但是没想到秦晨这么快就成功了一旦 师父牛逼 莫冤白也是激动无比 差点就跪了下去 他也是单道高手 和秦晨的讨论中 对圣品丹药也有了十足的了解 但是要他炼制出一炉圣品丹药来 恐怕还差得远呢 起码需要大量的研究和练习 可秦晨几次尝试就成功了 师尊就是师尊 太牛了 嗯 记录圣元丹才承担三枚 而且炼制中 出的仅仅是下品的圣丹 甚至还有一些瑕疵 秦晨看着手中的三枚圣元丹 却是皱着眉头十分不满 圣元丹是圣品丹药中最简单的一种 可他却只承担三个 而且品阶都是下品 显然在炼制的过程中 还有着许多错漏之处 继续改进 秦晨立刻开启了下一路 而这三枚丹药则被他收了起来 虽然只是下品 但圣丹就是圣丹 就算是拿到天气 也能卖个好价格嘛 第四路 秦晨炼制出了四枚圣元丹 而且有一枚品阶达到了中品 秦晨还是不满意 第五路 秦晨一下子炼制成功了六枚 有两枚达到了中品 还是不行 秦晨不停地摇着头 他必须做到十分把握才行 毕竟 岁月盗运果 只有三枚 容不得任何的错了 墨渊白 已经是看得有些懵逼 师尊的进步也太快了 他这个助手 完全跟不上节奏 好好看着 若是等我炼制完成之后 你还不知道如何炼制圣诞 看我怎么做 秦晨告诫墨渊白 是 突然一定努力 墨渊白 急忙说道 不敢有丝毫的代码 第六路 第七路 第十五路 第十八路 第二十七路 轰的一下 但是秦晨炼制到第二十七路的时候 炉顶打开 顿时九枚弹药冲天而起 璀璨的丹药 如同星辰一般 光芒大方 并且 每一粒丹药之上 都有着玄妙的丹纹 其中三枚丹药达到了上品 还有六枚是中品 大黑猫已经震惊得无意加浮了 首先震惊的是 秦晨能不停地炼制二十七路丹药 须知 圣丹的炼制 每一炉都是相当于和圣经高手交手一搏 无比的吃力和消耗精神 可秦晨却能轻松地坚持了下来 这和秦晨可怕的灵魂力脱不了关系 其次 震惊的是 秦晨仅仅在二十七路之后 就有三枚变成了九枚 从所有都是下品 变成了全部都是上品和中品 这样的进步太夸张了 当然 这样的期间秦晨挥霍的灵药 那也是天文数字 好在灵律灵他们除戒指中略夺来的家当 才能够维持他这样的挥霍 差不多了 秦晨感慨 好难哪 这都过去快一个月了 我们才终于摸到了门槛 这话 让大黑猫听到 无语的简直要直接抽秦晨了 一个月就炼制出了如此完美的圣品丹药 你还想怎么样 你以为圣品炼药师那么荣耀 就算是在天界 一个圣品的炼药师也足以引来各大势力的重视 哪怕只是樊圣经的炼药师 秦晨接下来又炼制了几路 成功率自然是没问题的 可每一次的承担都是九颗 最多也只是十颗 始终无法达到完美的十二颗 其中品阶也基本上都是在上品和中品之间流着 最好的一次炼制出了六枚上品和四枚中品 至于极品一枚都没有 哼 差不多到平静了 秦晨叹息 单道的炼制就是如此 入门很快 但是真正要做到巅峰却是很难 仿佛天地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 让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到达巅峰 就算是秦晨也是如此 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轻易地做到极致 不过目前这个阶段 炼制万古岁月丹也差不多了 大黑猫 万古岁月丹的配方呢 秦晨问 还好大黑猫知道这个配方 否则秦晨肯定会抓狂的 他开始炼丹 万古岁月丹虽然牛逼 但是却只是盛品的丹药 而且啊 凡胜级别就能够炼制 但想要将其炼制成功 最关键的一个 就是要对时间规则有一定的理解 否则就算是有药方和材料 也是无法炼制成功 还好秦晨有时间本源 在这一点上完全没问题 秦晨在脑海中模拟了无数次 甚至进行了无数次的炼制 所谓试炼 就是在最后的关头 不加入岁月盗孕果 最后走完整个过程 检查其中有无错漏和失误 最终秦晨真正地开始了炼制 他小心翼翼 十分的谨慎 因为一枚岁月盗孕果 只能炼制出一枚万古岁月丹 三枚也就是三枚 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在秦晨的小心之下 三天过去了 秦晨终于炼制出了第一枚丹药 这就是万古岁月丹 秦晨喃喃自语 手里则是托着一颗流光溢彩的丹药 演化着岁月的苍苍 这枚丹药成形的瞬间 一股可怕的岁月之力 融入到了天地本源之中 给予天地本源十分巨大的补助 想不到你果然炼制成功了 不过也是 你是被时间本源承认的人 换个人来 哪怕是丹道圣主也未必能够轻易炼制出来 大黑猫感慨 第一炉就炼制成功了 那接下来两炉 秦晨自然是没任何难度了 一都炼制了出来 三枚丹药炼制完成 秦晨明显感觉到了天地本源居然恢复了一大半 有一种蓬勃的升级绽放 这天地本源快要修补完成了 大黑猫目光一闪 有些狐疑 这时间倒是有些巧啊 秦晨看着手中的三枚丹药 只有三个名额 应该给谁呢 师傅 又给师母他们吧 给老臭子我也是浪费啊 莫渊白直接说道 语气诚恳 他本来就没想要进入岁月长河 老袁和大黑猫自然也懒得要 如此一来 正好幽谦雪姬如月 陈思思三人一人一颗 可以和秦晨一同进入岁月长河中 众人也来到了岁月长河前 开始吧 大黑猫开口 幽谦雪他们对视一眼 同时取出万古岁月丹 扶了下去 嗡的一下 这丹药的药性散发得很快 刚一服用下去 三人身上便发光了 一股岁月的气息 从三人身上弥漫了出来 你赶紧进去吧 万古岁月丹的功效 只能维持十天左右啊 十天之后你们都得出来 不出来便会死在里面了 大黑猫提醒了 而后看向了秦晨 记住啊 岁月长河中并非毫无危险 你们小心点 秦晨点了点头 四个人立刻冲天而起 竖着河流而上 一下子进入到了岁月长河之中 哎呀 命运的河流流动了 希望他们能够安然回来不 大黑猫悠悠地说了一句 而在秦晨四人进入到了 岁月长河之中的瞬间 嗡的一下 天舞大陆啊 至高的天界之中 一个个恐怖的气息 一下子被惊醒了 他们发出了惊疑之声 冥冥之中 仿佛发现了什么 岁月长河被惊动了 有强者震惊 开口说道 时间是最神秘的力量 岁月长河 也是这片宇宙中 最神秘的秘境之一 一旦有人搅动岁月 自然是会惊动 他们这些顶级的高手 但是 时光不可逆 就算是他们这些 宇宙中最强大的人物 也不可能去追溯时光 企图逆转过去 影响现在 动摇未来 因为一旦有任何的变动 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因果 再强的人都要陨落 可现在 他们居然发现 有人进入到了 岁月长河之中 这是一种明明的感觉 因为岁月长河太神秘了 除了少数一些最顶级的强者 其他人 根本不会感应到 岁月长河的存在 他们都是阵界 一个个开始推算起来 不对啊 竟然不是天界的高手 而是 在天界之外 难道是某个 夏卫面 进入到了岁月长河之中 这怎么可能呢 岁月长河圣主 进入其中 都极有可能陨落 夏卫面之人 怎么可能进入其中呢 我来推散推散 这个卫面究竟在哪啊 什么 本座竟然推算不出来 有人将天机蒙蔽了 究竟是谁啊 想要进入岁月长河 必须要有十千本源 或者是万古岁月丹 可万古岁月丹是 晋级之方啊 上天不允许出现 会遭天度的 早就失传了 难道是这个时代的 天命之子吗 这些大人物都震惊万分 却是不敢继续 推算下去了 因为岁月不可揣动 他们如果强行推算的话 必然会对自身造成伤害 触发天地禁忌 秦晨四人 进入到了岁月长河之中 顺着岁月之光 向上逆行 他们看到了 宇宙星辰的演化 但是看不真切 一切都太快了 可他们的速度 还在提升着 越来越快 根本让他们 看不到任何画面 只有不断倒退的时间 当他们速度 达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失去了意义 速度 也失去了意义 嗡的一下 他们突然 从急动中 进入到了绝对静止的状态 四周的一切 变得光怪陆离 色彩斑斓 却是根本无法形容 这就是岁月长河吗 然后 秦晨四人 就看到了自己 横在了一条 七彩斑斓的长河之上 那长河之中 并不是河水 而是 一个个世界 在演变着 这是时间 长河 在流淌着 而河流之中 一道道 七彩的光 在绽放 这是岁月之力 秦晨四个人 按照大黑猫 所传授的方法 将这岁月之力 拉到了 乾坤造化雨碟之中 果然 一缕缕的 岁月之力 被乾坤造化雨碟 吸收 保存了下 这只有 乾坤造化雨碟 这等小世界 才能做到 当然 秦晨也能做到 他吸收 一缕缕的 岁月之力 在修复受损的 时间本源 时间本源 到了这里 立刻 涌现出了 一丝欢呼雀跃 如雨得水一般 至于 幽千雪三人 则无法 吸收岁月之力了 但是 可以利用 岁月之力 淬炼肉身 形成 宇宙无机体 秦晨他们 一边在 岁月长河中淬炼 一边看向了 河水之中 其中 有日月星辰 在浮沉 岁月变迁 在流动 秦晨他们 悬浮在 岁月长河上沟 不敢触碰 河水 因为大黑猫 说了 岁月不可逆 虽然他们 因为特殊的原因 能够进入到 岁月长河 但是 却不能 扰动 岁月 特别是 绝对不能触碰 岁月长河的 河水 只要是 触碰一下 河水 就会被 岁月同化 永远不可能 复活 这是大黑猫的警告 十分的谨慎 诶 陈生你看 这河水里有东西 突然 西如月 嘀呼了一声 陈生道 秦晨低头看去 果然 在河水中 他竟然看到了 一幅幅的画面 这是 天武大陆 无穷岁月之前 发生的事情 秦晨震惊 他们竟然在 岁月长河中 窥探到了过去 不过 大部分的事情 他们都看不懂 画面太过零碎了 而且 也没有意义 诶 你们看 那是一魔族 在入侵天武大陆 而后 秦晨他们 竟然看到了 一魔族的入侵 人族和一魔族的交战 而且 流速很快 史前的一幕幕 呈现在了 秦晨他们的视线中 这太震撼了 而且按照 大黑猫的理论 如果能够改变 岁月长河中的历史 那么 就能改变 外界真正的历史 我想要看看 天武大陆 未来怎么样 秦晨 沉声说道 岁月长河 是按照时间排序的 往前是过去 往后 便是未来 秦晨想知道的是 天武大陆三年后的大难 自己有没有度过 但是秦晨失望了 因为未来的画面太模糊 他什么都看不到 仿佛笼罩上了一层迷雾 根本无法窥探到真实的情况 这是因为他实力太弱了 想要窥探未来 起码胜主级别 才有那么一丝可能 你会想要窥探未来 我会想要窥探未来 我会想要窥探未来